近年來,隨著Netflix和其他串流平台越來越盛行 大眾逐漸降低了對看電影的要求 一套三個小時的電影竟然會在一個缺少氣氛的地方下進行 實在令人感到悲傷 戲院和家裡最大的分別就是影視效果和氛圍 其中的五感更加是所有串流平台都沒有辦法比擬 例如大銀幕上的視覺震撼、喇叭的3D環繞聲效 部分4DX影視更會根據不同的劇情 例如打鬥或愛情片散發出不同的氣味、營造氣氛 戲院的椅都會根據劇情發出不同頻率的震動 為了令大眾得到最高的享受 有時更加會根據不同的天氣去感受到少量的水花 不只試過享受,其他視感在戲院都會得到特別的優待 所以我們推出了入戲這個活動 希望用五感吸引大眾重返戲院 活動當中我們會在香港不同的戲院和大型商場中放置感官站 暫落不同的4DX裝置會播放電影的預告片 令到大眾感受戲院帶給他們五感的震撼 希望為他們重新定義看戲這件事 令到大家入戲更深 一系列的print ad 和 pop up 都會在不同地方出演 不單在戲院大銀幕和標榜看到我們的VR五感 poster 還可以在室外,例如地鐵、巴士站看到我們的print ad 看真點,print ad 以光纱畫作為媒介 左右角度都可以看到不同畫面 而進入五感前和後看戲的對比 帶給大家視覺上的衝擊 而我們將會利用手機和電腦在網站推出我們的pop up 簡單介紹我們的contain 為了方便大家找到感官站 我們都會推出手機應用程式 程式內會介紹每個站重點體驗的項目 以及當中所用到的技術 有興趣的可以留意地點和當日節目內容 希望令大家重拾去看戲的心情 增加期待感 怎樣才最好看? 這樣才是最好看